你不要以為你委屈 組長委屈啊 邱太山主委委屈啊 我的委屈你知道嗎 委員 報告委員 就是大象跟螞蟻在談戀愛 如果我們內部 跟委員報告 我們的同仁從談判桌上回來 也說了他們的心聲 當他們在談判桌上的時候 看到內部 對我的攻擊 對事件的誤解 跟對事件的扭曲 變成談判桌上 對方拿出來作為談判的 材料的時候 他們也覺得心酸 如果 如果我們全國 能夠一致 對外呼籲中國 能夠擱置正義 然後能夠回歸人道 這件事情的力量 會往哪一邊更有力量就會 都會遭人弱 都完全不一樣 謝謝 享受 感谢观看